澳门最快今天公布港澳7月11日飞幅通关 香港访客也有很多要求 要完成接种两剂疫苗 不可以用酒店泳池和水上设施 对豪赌股来说,刺激作用有多大呢? 当然会有正面炒作 始终刚刚出现了赌售 虽然说实际的数字 其实对比前年未有疫情或正常的时间 这个月6月的赌售数字 只是及前年大约两成三成 一个还是很低的表现 如果一个人要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其实条路还是很远的 但始终以股份角度来说 或者所谓炒作来计 只是炒充劲而已 所以不是等到数据回到疫情前才升 可能是觉得这个机会出现之前 其实已经会先移动了 所以看到很多赌股股价 其实整体不算太弱 甚至可能距离疫情前的高位 其实不是差得远的 有些更是理想的 反映到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充劲在 因为始终除了从去年内地通关之后 其实一直都是连香港也通关 虽然如你所说 现在存在也挺一直路 因为至终近期 香港疫情相对都可以 虽然数字还有个别 一、两宗、几宗 但不是太严重 所以也有一些可能再放宽的条件 但是当然实际上如果真的放宽也好 其实你说是否真的这么大的刺激 例如一开回香港这边 等于到收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机会性也不大 因为刚才提到一些 例如去年内地开完之后也好 其实从8月、9月开始计算 其实到这一刻都刚才提到 最近这个月都只是回到前一年 那些两成三成的水平 其实内地的帮助这么大 更何况香港呢 和你说话 今次如果全境都直接通都好 其实都很多限制 那所以实际是否真的有这么多 一通完就立刻去倒 除非是城市倒野很大 也不然实际其实的帮助 不是真的这么明显 但是akkukers是有的 这些是这样的一个炒作条件 所以什么的情况 短期短期来计做ий段 一些倒肱 有条件则是稍为强调一点 短期来说,以短线部署的板块 赌铺也值得留意